从受持三规五戒开始 守戒是止恶 同时也是依止善法 守戒是止恶 也是依止善法 修行人依止于戒 这个善地 以五戒五常 为工具和指南 成就自己的人格 人格成就后 更进一步圆满与自他的关系 做到不损人 不恼人 与人和合 如此更有机会成就他人 在世间的伦理道德 都认为 杀到阴望酒是不好的 那当然呢 佛教是追求 以宗教的立场 当然标准更高一点 当然也是会随喜世间 要求更高一点 当然也一起要禁止的 也一起要禁止这个 杀到阴望酒 所以他看起来好像是舒服 那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 保护 保护让我们不会被我们的烦恼 所挟持 让我们的烦恼泛滥 说到最后呢 所有的问题是 当然外在 外在也是有问题啦 人的问题啦 世间的问题种种很多 但是 其实最核心还是我们 我们个人的问题 我们个人如果说 自己的能力不够 被我们的烦恼 所束缚的话 被我们贪生之所束缚的话 那外在环境再好 我们还是没办法过得 和谐安乐嘛 那所以 所以 最后回到我们自己本身来 我们要能够控制 控制好我们自己的 最基本的欲望 也就是这个杀到遗忘酒 能够控制好 我们自己的欲望的话 我们才能够理性的 过日子 用理性来指导 我们的感性 这是一个 生而为人 最基本的一个 防线 那是最后的底线啦 从受持三规 五戒开始入手 规依佛宝 即是安住本具的决性 规依法宝 即是落实正确的三叶 规依森宝 即是归向自信 清静心 而受持五戒 不但圆满人格 更是彰显 决性 成胜成贤的入门 十方新闻记者 赖英荣台北采访报道